疫情的部分 來看到南韓的部分 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之後 南韓的新增染疫人數 卻不斷的上升 在十四號的時候 又通報新增了七千八百五十人 是確診感染 這以創效的南韓爆發疫情以來 單日新增的最高紀錄了 重症人數也來到了九百六十四人 現在南韓的國務總理金富謙 就說了 政府考慮到重新實施 禁止群聚 還有限制餐廳的營業時間 等等的這個防疫規範 預計在十七號的時候 要來對外公布詳細的細節 而另外南韓日前上路的 這個疫苗通行證系統 由於有太多人使用了 造成連續兩天 已經這個系統癱瘓了 現在金富謙在十四號的時候 也為此公開道歉 希望要求相關單位來進行改善